今天我们聊聊脱欧 公元前55年和54年 凯撒大帝入侵不列颠岛 英国第一次和欧洲对过眼神 100年的军事较量后 罗马帝国不列颠省政府 公元43年宣告成立 公元410年 罗马欧盟自身难保 从不列颠岛撤军 这是史上第一次脱欧 200年后 凯撒的欧盟交给了上帝 664年 英格兰的高级僧侣公投 加入罗马天主教大家庭 近900年后 亨利巴士急于再婚 教皇不准 1534年 英格兰第二次脱欧 顺便没收了所有罗马教廷 在英国的房地产投资 之后的200年 天主教欧盟内战不断 英国因脱欧得以修养生息 但1704年 英国人改变了主意 为了阻止法国人 继承西班牙王位 加入了夺敌大战 今年奥斯卡热门电影宠儿的背景 正是辉格党和脱离党 关于英国是否要入欧的争论 安妮女王没有子嗣 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的末代女王 接班的汉诺威王朝和脱离党 也就是今天的保守党前身 上台后带领英国第三次脱欧 树欲禁而风不止 拿破仑战争再次把英国带入欧洲 华铁路英国胜出 1815年 英国促成了欧洲协同体的成立 目的是让欧洲国家有话好好说 不要再烦我们 随即英国第四次脱欧 把注意力集中在搞好 大英帝国的小目标上 大家也许已经看出了一些套路 克里米亚战争后 英国把欧洲留给了匹斯曼 当时的首相Soulsbury勋爵 说英国的欧盟政策 就是灿烂的隔离 这是第五次脱欧 隔离中的英国 没有能防止一战爆发 战后英国又急于回到隔离状态 希特勒都要打上门来了 英国依然不愿插手 号称有不冒险 不承诺 不武装的自由 著名的绥靖政策 是英国的第六次 和最危险的一次脱欧 战后 英国依然试图和欧洲保持距离 1957年拒绝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虽然最终没能扛住 三亿地球上最富有消费者的诱惑 但是关系始终若即若离 1992年 英国不仅内心 没有接受欧盟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 越来越紧密联盟的指导思想 行动上更拒绝加入了欧元单一货币 这可以说是英国第七次脱欧 还有一个月时间 英国就会再次离开欧盟 这算是第七次脱欧的下半集 还是第八次脱欧并不重要 当我们站在凯撒 教皇和拿破仑的视角 看脱欧的时候 也许可以帮助大家保持冷静 继续前行